已經創立28週年的大城寶金 在2019年創下多項業界第一紀錄 包括了新契約保費 接近百里大關 業務人力達到8000人 以及全年總共新增了17個通訊柱 等各項亮眼成績 除此之外 更連續6年蠶連了保險龍鳳獎 財經保險畢業生 最上網的寶金公司 持續培養專業人才 日記五三年內要把人數 增長到3萬人 我們的保費收入 要增長到300萬為目標 所以說今年我們積極向外拓展 來增援增援新的能力 所以說能力是我們主要增加的部分 執行副總委衛蘇聯表示 為了引引公司未來人力持續成長 除了推動行銷工具的數位化 讓服務管道更多元便利 也致力於協助員工考取相關徵兆 也利用穿搭提升業務同仁的 專業形象 因為現在專業的部分 以前都是西裝 襯衫 筆頂的感覺 我覺得現在的裝扮應該以西裝休閒 比較容易接近客戶 顏色也比較淺一點 亮一點 一些或者是寶藍色 就是這個時尚義大利流行的顏色為主 為了犒賞表現優異的員工 今年也在配合防疫的工作之下 如期舉行大興春酒晚宴 更精心安排了 象徵大吉大利的 拘律DRAGCO 對 因為我們要預防肺炎的蔓延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大吉大利 紅不辣 就藉由這個喜慶 來去守這個肺炎的 影響的經濟層面的陰霾 今年除了資深藝人康康 李錄輝再度出席表演 丫頭的部分還邀請到了純愛教主 郭靖以及性感女神郭書瑤 帶來精彩演出 用抒情的歌聲與熱鬧的舞蹈 為今年的春酒晚宴 畫下完美句點